这朝高雄市警方破获那么一起呢 暴力讨债的事件 嫌犯呢是以合法的当铺掩盖 非法的高利贷借贷 如果说不还钱的话 除了被恐吓之外呢 甚至连同他们的亲友都会跟着遭殃 嫌犯呢还会把被害人在大庭广众底下掳走 同时用棍棒不断殴打 恐吓被害人 直到他们把钱吐出来为止 行为很嚣张 蓝衣服黑短裤 他就是暴力讨债集团首脑 警方将他带到位于屏东市的这间当铺 招牌上明明写着政府立案 陶债集团却以合法掩护非法 从事高利贷借放 被害人都因为 都以为是以合法的利息来还款 那殊不知要还款的时候才知道 那个要还这么高的利息 所以大概还了几次之后就还不起了 还不出钱来 嫌犯就恐吓当事人和他的亲友 若没有效果就采取更激烈的手段 高雄有一名被害人 就在瑞幸国小旁的便利商店 被嫌犯掳走 幸好他很激紧 趁着嫌犯停车下来的空档 赶快下车逃跑 但嫌犯依旧穷追不舍 监视器陆下嫌犯手持棍棒 不停挥舞 恐吓被害人要打到突出前来为止 被害人吓得不停往后退 被害人下车自己也不放过他 那持续的持那个囚犯来殴打他 警方表示以借一万块为例 一个月连本带利就要还四千五百元 不还钱恐吓掳人打到见血样样来 幸好警方循现查获 这个用合法当铺掩护非法据点 将三名恶嫌逮捕移送法办 记者黄鸣高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